事发当晚的监控画面中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东方商杀外墙景观鱼缸发生爆裂的整个过程。 当时在现场,无论是电方的工作人员还是顾客,以及路过的行人,都没有任何的心理防备,而临近鱼缸的化妆品柜台完全坍塌,到处都是飞溅的玻璃碎片,最后的玻璃碎片有25公分。 鱼缸爆裂后,缸内的三条鲨鱼全部飞出缸外,爆裂分别导致7名商场工作人员和8名事发当晚的监控画面中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东方商杀外墙景观鱼缸发生爆裂的整个过程。 当时在现场,无论是电方的工作人员还是顾客,以及路过的行人,都没有任何的心理防备,而临近鱼缸的化妆品柜台完全坍塌,到处都是飞溅的玻璃碎片。 最后的玻璃碎片有25公分。 鱼缸爆裂后,缸内的三条鲨鱼全部飞出缸外,爆裂分别导致7名商场工作人员和8名事发当晚的监控。